女孩收到一束神秘假发,却不知是厄运的开始。 今天给大家带来《鬼三经》中的一个小故事——鬼发。 小美和姐姐小蜜一起经营着一家假发店, 和姐妹俩的关系并不和睦,总是因为一点小事就吵得不可开交。 这天晚上小美收到了一条假发,却不知道假发是从一具尸体上取下的。 诡异的事情也随着假发的到来开始发生。 家里的狗狗对着装有假发的袋子叫个不停,小美将假发摆到了陈列柜。 结果在卫生间的时候,小美开始莫名其妙地流鼻血, 她赶紧打开水龙头清洗,可惜手持却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 小美伸手去掏,结果从里面掏出了一把头发。 她忍不住好奇地看向下水口,结果一只鬼手伸了出来。 小美吓得摔倒在地,鬼手也在不停地靠近着她。 就在鬼手要碰到小美的时候,她醒了过来,原来只是一场梦。 此时的姐姐正在天台上和朋友们喝酒聊天。 其中一个朋友竟无意间拿起了假发,并戴在了头上, 开始讲鬼故事调侃着大家。 看到这一幕的小美,很生气。 她表示姐姐的朋友不应该乱动假发的。 姐姐听后觉得小美是在找茬,姐妹俩就这样吵了起来。 姐姐让朋友把假发放回原处,结果朋友在下楼的时候,灯熄灭了, 黑暗中假发里藏着的鬼魂伸出了手,遮住了朋友的眼睛。 朋友大叫了起来,在楼顶的众人听到声音后赶紧下楼, 可他们并没有找到朋友,反而是看到了会流血的假头发。 大家都被眼前的一幕吓到了。 想要逃离假发电,可因为开锁的时候用力过猛,门钥匙被掰断了。 他们只好回到店里找东西砸锁,期间鬼魂一直纠缠着众人。 其中一个女孩最先牺牲,看到女孩被鬼魂折磨得惨壮,大家赶紧逃跑。 姐姐想着既然锁打不开,那就上楼顶求救。 可上楼梯上的一半,小美崴到了脚,无法行动, 姐姐只好留下来陪着她,让剩下的一名男性朋友先行一步。 可男性朋友没走两步就被鬼魂追上,并行动。 听到动静的姐妹两人赶了过去,看到的就是朋友的死状。 因为小美行动不便,所以姐姐将她带到了放满假发的房间, 打算自己跑到顶楼求救。 可房间门刚一关上,姐姐便看到小美的身后站着鬼魂, 她跑回了房间,女鬼却和小美一起消失了。 姐姐往身旁的烘干机一看,发现小美被关在了烘干机里。 为了救下小美,姐姐将烘干机敲碎,可这也引发了一场爆炸。 爆炸后,姐姐陷入了昏迷,第二天才醒了过来, 她走下了楼,看到回来的父母。 她兴奋地喊着父母,可他们却没有反应。 原来昨晚爆炸的时候,一块玻璃插入了姐姐的腹部, 姐姐在昨晚就已经死去了。 一群人里只有小美还活着,可这个小美并不是原来的小美, 而是被鬼魂附身的小美。 好了,本期的貂蝉聊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你看都看了,确定不关注我吗? 下期再见。 下期再见。